有同修修出了六道 在比较低的位置的话 那如果他的父母没有修 也没有德行 比如说他父母对自己的功夫 不孝不敬还杀身不吃肉 不信佛那种 他想问他自己超出六道的话 能不能让他的父母从轨道超脱啊 他如果超出六道的话 会有弊应 但是不会很大 因为也是一种 父母亲跟我们这辈子也是一种缘分而已 就是一种缘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有的师兄是被遗弃的 是由养父养母把他带大的 他的养父养母叫他学佛念经 他如果初六道了 那全家受益的话 是指去避应他的养父养母 还是生父生母 那当然养父养母了 养父养母受益受到避应的多 生父生母避应的少 因为你没有教育他 没有养育之恩呀 养育也是一个知恩的 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嘛 对不对呀 养大也是个恩情呀 对不对呀 师父现在在指导你们做人 对不对呀 师父有没有恩呢 也有啊 施恩呢 有肯定 对不对呀 我没生养你们 但是师父现在在教育你们 帮助你们 当你们成功不叫诗人吗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那个 如果说同修的父母阻碍他学佛 以此相逼阻碍他出家 那同修是夫妻双修的 然后妻子就支持鼓励他 在家照顾老人 让同修自己去参加法会 那如果这个丈夫修出六道之后 是父母能受益呢 还是他妻子更能受益呢 妻子更能受益 全家都受益 所以过去说 家里一个人 一个人出家 全家光荣的 明白了